大家好 养护蝴蝶兰很多花友浇水太勤 容易出现烂根 这种情况我们通过这样处理 让你的蝴蝶兰长根长牙 特别是 水苔栽培的蝴蝶兰最容易出现烂根 我们 把蝴蝶兰脱盆之后把一些烂根 枯根剪掉之后 用一些松树皮 栽培 这样 白水透气更好 接下来用 SB101一对一千 每隔五天 给蝴蝶兰喷洒 静节部位 有力 提高 细胞活力 促进它萌发新芽新根 看一下我这盆 同样是用这个方法 现在这两条大粗根 非常健壮 顶端还冒出一条比较粗壮的新根 就是通过这个方法 让蝴蝶兰更好的长根 和冒芽 养护好了 蝴蝶兰长根多冒芽多 下次开花 一样 有这么多 好了 再见 再见 再见